Hello,我們今天要去After the Rain 我現在就在爆蛙站 因為爆蛙站來那個地方比較近 因為那個地方無論如何都要坐的士 所以就對了 坐的士大概半小時 門口非常低調 所以要認真看招牌 這裏的店員全部都懂中文的 可能是因為這裏中國遊客比較多 但是為了更加方便溝通 我都是講了泰文 等待吃完午餐我們就可以去餐船拍照 真的一半以上都是講中文的遊客 這個位置不是吃飯的 是給你拍照的 這裏是洗手間外面的裝飾 慣例啦 先看看有什麼食物 可以先截圖 烤豬頸肉麵和蝦餅 還有忘了拍的脆豬肉和糯米飯 天氣很涼爽 食物又好吃 最重要是便宜 吃了這麼多一共1529株 我們先去搭船 我們先去搭船 老媽P 上這船真是超驚險 搖來搖去 絕驚的跌下水 少死 雖破了啦 但仍然矮童不宜 要壹起甲馬 哈哈 真可惜 id easier オマイゴッ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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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給你媽媽 對於沒撐過船仔的人來說 真的很恐怖 因為不斷撞 笑死我不要被波士刮到頭 剛剛做完手臂運動 是時候要補充糖分 這裡是最後一個拍照的地方 有個漂亮的港女在拍照 我都要來做港女 奉勸大家一定要下載打車的APP 因為附近完全沒有的士經過 如果要staff幫你打電話叫的 價錢會是雙倍 完美的一天就這樣完啦 拜拜 地址就放在影片下面 喜歡的話記得like和subscribe啦 注意一下